園民会所推动的成绩是足与幼儿园第一期试办计划在九月开跑 基北区只有新庄区丹凤国小 乌来区福山国小有申请并进行试办 但園民会调查 另外都会区的系纸张树国小及基隆八斗国小 师资上或原住民学生比例都符合成班的条件 但却没有在第一期计划提出申请 两间学校校长回应 由于校内有既定课程规划不便提出申请 而张树国小校长则认为 学校目前采权融合教育 对于成绩是足与幼儿园的新计划 校方目前没有推展的意愿 系纸的张树国小 还有那个基隆的八斗子国小 那其实我们会希望说 这是我们第二期计划 可以尽量可以去 去每合的一个学校 对 因为那边的原住民学生其实非常的多 那甚至有到学校的三分之一 那在地也不缺足与老师 那甚至教保人员也不缺 不过圆民会与新北市教育局表示 会在加强沟通 维护都会区幼儿族语受教权利 他不想要来申办的原因是什么 我们提到了 第一个我们尽可能让学校端的行政的 申请的一个流程上面 让他尽量去简化 或许可以把一些其他原所办理的经验 办理经验提供给学校 在资源的一个整合提供上面 其实是可以做得到的 那这个部分我想我们继续会再来关切 由于圆民会所推动的沉浸市族语幼儿园计划 不具强制性 就算是原住民族重点小学 也能决定不开班 影响都会区幼儿 可能因此丧失族语学习机会 不过目前针对都会地区学校 要不要推动沉浸市族语幼儿园 公部门表示会继续再跟校方沟通 记者亚文台北市新北市新庄采访报道